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漫长的岁月流传下来的佛法 我们都是受益于每一代活生生的修行人 生团里面杰出的成员 他们把解脱的经验 把具体的模范展现给我们看 我们都是生团的得益者 让我们也在心里面下决心 生团不会在我的这一代断绝 希望我也能够在这一生 成为四双八倍的圣贤弟子 所以也能够成为传递这样的解脱经验 成为一个成员 成为一个其他由心修行的后进之辈 希望的来源 在开始 静坐之前 用这样的虔诚的心 祝愿着 希望自己 今天所做的努力 能够带给其他在这个时间 一起用功同一目标的同修 加持跟鼓舞 希望其他在这个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目标 在努力用功同修能够 加持鼓舞自己 进出之前可以先做一点 简单的伸展运动 暖身运动 然后一边听一下的解释 今天做有关于 有寻有四 跟无寻无四 这两种静坐的方法 简单的来讲 寻跟四 它是用言语的表声 它是用言语的引导 它是用内在的对话 来帮助自己静坐 我们使用语言来 使得我们的经验 更容易整理 更容易接受 使得我们的行为 有更具体的引导 所以寻思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种自我对话 而且这种自我对话 它是 有的时候是有问有答的 有的时候它这里面有评估 它这里面有衡量 它甚至有自己反驳 自己之前所讲的 或是肯定自己所讲的 在静坐的时候 有的时候 寻思的功能 它是有很大的好处 有的时候 我们放下寻思的功能 会能够进入 更融入 更精纯的 定境 一个要使用 寻思功能的原因 就是它在于帮助 我们的正念 提醒我们 是不是该做的 而且把这些该做的 变成非常具体化 跟行动有关联的 程序 这就好像是我们要教 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 整理他的房间 如果你只是跟他讲 整理房间 他可能会不知道 怎么下手 可是如果你能很具体的 跟他讲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两娃娃娃 你们看到那一个 小房车 那一个 可以把它捡起来 放到 旁边的橱柜里面 这是一种具体的 行为的引导 甚至你可以示范给他看 所以同样的 我们使用寻思的功能 他在引导着自己 提醒着自己 现在眼前具体的 该做一些什么 而且一边在引导着自己 一边在观察着效应 一边在评估 一边在衡量 一边在实验 所以你知道什么 是对自己有效的 你知道自己在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应该要做 什么样的调整 寻思的内容 如果你能够 一直 越多 越清楚 跟镜座有关联的 内容 你就有可能在操作上面 是更确定的 是更具体的 你可以先从最基本的 程序开始 你不一定要 把这些程序当成是教条一样来背诵 可是你可以 但是你可以 透过实验 去选择出 去调节出 那些对自己特别有用的 程序 比说 调整自己的坐姿 他这个坐姿 是 理想的 理想的状态之下 他是 感觉到 内部的 循环 跟呼吸 是不需要承受 过多的 没有必要的 挤压 他没有什么 毒涩 拥挤的感觉 好比说 如果你是端正着 你的坐姿 打开你的胸腔 你很有可能会 在极客之中感受到 呼吸是更顺畅的 内在的 那些气血 他所行走的脉络 他是更没有阻塞的 另外调整 自己的心意 自己的态度 是不是认真的 是不是投入的 如果你真正的 关心你自己的福祉 如果你真的知道 生命里 什么东西是 值得你关心 值得花功夫的 你就会在这个地方 非常乐意 非常虔诚的 关注你的心意 我们在心里面的 对话里面 其中可以提醒 自己的程序 还有包括 大致检查一下 心里面 还有没有那些 跟欲界 无法割舍的 一些纠结状态 一些担忧的事情 心揪起来的事情 让你坐立不安的事情 花一点点的时间 留意到 那样的纠缠状态 那样的被轰炸的状态 那种疲劳的状态 纷乱的状态 直到继续纠结下去 这个浪费时间 它不会真的 得到一个 美好的完结 令你满意的完结 所以你必须要 在哪一个时刻 毅然截然的 把它搁置下来 而不要以那样的状态 度过我的世界 选择的另外一种状态 非常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 你是眼前的处 眼前的安静 眼前的满足 眼前的那种 松开 细幅的轻松感 作为 你的落脚处 在这个地方找安顿 所以禅修的目标 最好是一个 舒服的 让你安适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 中性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 你要去留意到 你现在你身心 开始沉淀的 那个过程 在里面有舒适的感觉 变得安静的感觉 变得轻松的感觉 这就是正面的触感 就是留意这个触感 具体的留意 那个感受 具体的留意 这个过程当中 正在发生的动作 如同我们要教好 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要确保他 能够维持一个好习惯 以后他会非常乐意于 清理他的房间 他不会说你每次叫他 清理房间 他都要闹脾气 他都要给你对抗 那你要确保 他在收拾房间的这个过程 基本上有很多成就感 愉快感 有很多正面的经验 就同样的 你善用寻跟寻 有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在观察着自己 你在这个入定的程序里面 有哪一些地方是 在抵抗的 是不乐意做这个工程 乐意做这个工程的部分 你要鼓励他 拍拍自己的头 拍拍自己的肩膀 你不用真的身体这样做 心里面鼓励着自己 嗯 这个很好 这样子的感觉 是很扎实的 这样的感觉是 变得安静的 这是可以鼓励的地方 那在反抗的静坐 可能有无聊感 可能坐立不安 可能有一种 不愿意安顿下来的 那些冲动 你要知道 知道怎么样 诱导这个小孩子 你诱导一个小孩子 一个方式就是 要常常给他 一种正面的回馈 帮助他发现 做这个工作 他的乐趣 他的好处 从小的地方 很具体的地方开始 他不需要是很复杂 他可以是小孩子 他指着 那个消防车 爸爸妈妈 这个放在那 对不对 你就给他一个微笑 嗯 很好 一个微笑 这就是一种鼓励 这就是一种 正面的回馈 所以同样的 在我们身心 沉淀下来的过程 你要是能够 越来越敏感 觉知到 那些正在沉淀中的迹象 你的生理症状 好比说 身体内在的那个触感 变得明显 好比说身体内在的暖意 变得明显 好比说你更容易体会得到 呼吸 它的滋养性 它的安抚性 好比说你一感觉到你自己 贴近着 正在呼吸的身体 你瞬间 你就有一种 踏实的感觉 踏实的感觉 这个都叫做正面的回馈 帮助自己去发现这些 让你知道这个过程 它不是那么难的 它是有很多这些细小的 动作 细小的活动的程序 慢慢的积累起来的 一边检查着自己 静坐的方法 一边在思考着 琢磨着 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 还有什么细节 你可以记得 可以带到眼前来 使得你眼前这个动作的程序 是更完整的 更面面俱到的 让你的这个技能 让你静坐的这个记忆 是雕琢的 更加的纤细 这个叫做有寻有四 心里面在琢磨着 衡量着 用语言引导着自己 甚至透过对话 帮助自己更熟悉 这个过程 帮助自己去 去理清 这个过程 去找出 可以进步的地方 这叫有寻有四 另外一种 静坐的方法 叫无寻无四 简单来讲就是 他不透过内在的对话 不透过语言的引导 他不透过语言的表象 爱静坐 你要能够做到无寻无四 你必须要对于 某一种 某几种技巧 已经有一个程度的熟练 因为你对他熟练 所以你可以 不假思索的 你也不需要 透过一种 知识的程序 你却能够进入状况 这样的进入状况 那感觉是 更忘我的 放坏的 投入到 好比说粗感之中 你是如此的 投入在 那个动作 投入在 那一种粗感之中 这里面几乎是没有 语言对话的空间出现 然后这两种进做法 它是可以 不断地交替无用 没有关系 可以不断地交替无用 起码在 某一些时候 这样的交替无用 那感觉是很自然 有的时候 你会长时间地 进入到无寻无四 那也是很好的 可是不需要 勉强自己 尝试自己能不能够 有的时候 你是透过非常 细密的 引导自己 你透过很通盘的 记忆着 想起来 你该做什么 你所学过的 你所听过的 什么叫多闻 你所学会这些技巧 你所学会这些酷水 你弃入的角度 一些细节 尤其是特别针对 你的状况 有用的 那些细节 特别会烦乱的人 大概注重了细节 特别会昏沉 的人 大概注重了细节 有时候 有时候静坐 你必须要这样子 细密的 叮咛着自己 做一个 唠叨的一个父母 有的时候 唠叨是有用的 在它的副作用 可是很多时候 是有用 往往如果没有得选择 唠叨的父母 比起 默默无闻的父母 更容易 教养出 好的小孩来 然后在唠叨 在寻思 你要知道 怎么样寻思 才是有用的 寻思不是只是 打妄想 寻思是 只想有用的东西 只想有建设性的东西 只想跟眼前 这个跟静坐 有关联的东西 只跟这个程序 有关联的东西 这样叫寻思 因为你想的是 明天要煮什么饭 因为你想的是 担心小孩子 他入学的状况 那就叫散乱了 那就不是 有帮助的寻思 那就不叫善寻 不叫善思 所以你真的要寻思的时候 确保自己的对话 只有建设性 就像平常 日常生活 要么就是享受沉默 你开口讲话 就是有意义的 就是合适的 就是有建设性的 同样的 同样在心里面 练习让自己 对自己讲话 都是有用的 它是有建设性 它不会苦上加苦 它不是只是 抱怨 无病呻吻 它是在引导自己 让自己有更清楚的 好的方向 有个好的出路 有个具体的下手点 有个实力的地方 提醒自己 任何的时候 你可以的时候 寻思就放下来 让你能够更纯然的 投入到触感的世界 单纯的在执行 这个动作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练习到你复杂的 没有用的那些观念 那些引导方式 都放开来 所以能够更直接的 更单纯的 用直觉感受你的动作 用直觉感受你的触感 任何时候需要 任何时候你在做 这样的方式 你看它混乱 欠缺方向感 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会回到寻思来 回到能提醒自己 然后把这个过程 言语化 所以你记得 你该做什么 你该留意些什么事 任何时候 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 把他放下来 让自己 投入在 更胜利的 更纯然的 忘我的 那样的一个 残久方式里面 就像是一只飞行鸟 一样清楚的分别 什么时候是该 挥舞翅膀 实力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该 乘着 上身的热空气 不费力的 翱翔 就像是一只飞行鸟 一只飞行鸟 可以 都不赶在 那怎么算 我 没错 真是 不得 不得 不知道 说 说 准备 试 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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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的把寻思的方式 是具体化的 行动化的 跟行动程序有关联的 这就好像要引导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不是只是跟他讲你要做怪小孩 你要示范给他看 且在地上洋滑花要怎么把它捡起来 放回原位 示范给他看他才能够理解的了解 也是抽象的概念 所以同样的 我们在练习着 寻跟寺的时候 尽量具体化的 不要用抽象的方法 然后具体的看 这种行动程序 它所产生出来的效应 佛法的内容 你记得越完整 你在这个地方 就能够留意得了 就能够调整得了 更多的细节 好比说 你能够留意得了 你当前的状况 它的放松 跟它的清醒 这两者 是不是都有同时 在留意的 你是不是能够 既是高度的清醒 又是深度的放松 你在静坐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一方面能够 不断去开发 去品味着 好处 具体的安乐感 安适感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 保持着高度的 兴趣 好奇心 在探索着 能够更进一步 的方法 能够使得上力的 那些角度 那叫做 有寻有思 有寻有思 它是严谨的 它是注重 程序规章的 无寻无思 是放开这些 复杂的思索 所以能够更轻松 融入 投注 到一种 单纯的处里面 或者是投注 融入到一种 单纯的动作里面 好比说 跟这个 同色的身心 相处着 就这样一个 单纯的动作 就是所有的 内心的资源 都投注在 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忘我的 从头到脚的 浸泡在 这样的一个动作里 尤其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不要在意 非要 进入 无寻无事 一开始的注意力 应该是放在 如果是有寻思的时候 这个寻思有没有用 它是有建设性的 有寻思 并不表示有散乱 你可以有寻思 但是内心没有散乱 你是很笃定的 在跟自己对话 你在给自己 非常清楚的引导 无寻无事 也不是昏尘 看自己眼前的需要 自由的进出 与这两种 静坐的方法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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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